服過兵役的藝男大概都知道了 以前軍官 有職務的軍官大概才能配槍 才有手槍 一般的士兵是步槍 現在說歷史上第一次 一專長納入一年義務藝男的建制武器 一年齊的義務藝 他也可能會有手槍 看他的專長 做什麼 這叫做國造75K3手槍 800公克不到1公斤 然後可以射50公尺 手槍不會射很遠遠的話就是長槍 另外這個 以前四個月的時候是沒發 現在一年就可能會發 另外最後就要舉行漢光40號演習 是夜間訓練是今年重點 不分昼夜 所以今年也取消假想敵 以前陸戰隊什麼都出來做攻擊手 現在陸戰隊歸見 也不需要做攻擊手了 今天到底怎麼演到現在也搞不清楚 明天參謀主黨到立法院去報告 那智庫這是黃黃雄 擔任董事的智庫叫做民間智庫叫做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和平安全中心 今天發布2024國防評估報告 黃黃雄他做過立委跟監委 他說現在外國介入我們的國防角色太多了 那外國就是美國嘛 現在是組織增胖 員額增加 預算增多 那恢復一年期兵役 外國影響很大 蔡英文第二任任期裡面 外國因素介入我國國防決策管道最多元 升量最大的時段 這個可能都變成賴前者的負擔 以後你還聽外國人還是不聽 習近平的國師認為 世界大戰恐怕爆發 美國就想把中國毀了 不惜在亞太地區引發世界大戰 亞太都毀了 只要把中國毀了就好了 我美國還是世界獨大 美國國務卿說台灣半導體 如果供應中斷全球大蕭條 所以台灣很重要 習近平說11年之內要建成科技強國 只有11年時間 離建成科技強國只有11年 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整個國家要發展高科技 在若干重要領域要做戰略部署 要有新的一批重大科技項目 比如以前衛星航太是它的重點 核彈可能它是重點 加拿來我相信半導體AI是它的重點 大陸外交部又在講說 不要你們不要妄想在台灣問題上 越界彩線而不用付代價 你們又要越界彩線就要付出代價 不要想要越界彩線 又不願意付出代價 不肯付出代價我們看一下 不久前陸軍腰洞九旅 在中府海灘持手槍實彈射擊 首例拿的正是國造T75K3 有效射程50公尺 空槍重量僅800多克 當時拿的是志願役 現在義務役也有機會 以往一般義務役只會拿長槍 但現在回復一年期 也會依職務配罰手槍 以往一年期以上義務役 除了軍官特種單位 憲兵戰車兵狙擊手等等 有機會配到手槍 在限制空間向戰或的情況危急下 手槍是較快速選擇 而除了提高單兵個人武器外 還得面臨滿滿空防壓力 解放軍東部戰區PO圖 稱在複雜氣候條件下進行飛行訓練 要錘練全天候作戰能力 國防部最新統計 共機來了23架 19架次過中線 航機吃一途來看 幾乎把台灣圍起來 剩下東南方較有空隙 共軍戰機直升機無人機 越逼越近 國軍嚴命監控 對岸一舉一動 最近顯然共機共艦越來越多 都很多 十幾二十幾三十幾架 越靠越近 而且都越中線 以前是少數越中線 現在是幾乎都來越中線 尾翰 現在目前國軍跟以往完全不一樣 常常大家講說人身七十才開始 漢光四十不一樣 今年的漢光四十會非常不一樣 我很快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 我們現在國軍 阿兵哥二兵 他服役一年就要配手槍 以往如果你是陸軍的話 你根本一般的阿兵哥 是不可能碰到手槍 你只會拿步槍去練起打靶 手槍只有軍官以上才有 現在是要配給你為什麼 他認為為什麼有長槍不能有手槍 你要練習手槍 手槍的射擊 它的後座力跟它的準度 手槍更不好打 更難以打得準 你要練習 這個是我們聯勤 二零五兵工廠所研發出的 T-5 K-3 所以他剛剛主持人有跟大家報告 這個800公克 非常輕 後座力也小 15發的子彈 但是射程只有50公尺而已 所以你很接近才會使用 所以就是身上配了一個 就是近距離武器就對了 每一個人都會有 以後都會有 現在從陸軍 以後連空軍 憲兵都會有 其二 它的性能是不是多好 因為警察不是用這個槍 當然它的性能 可能沒有我們國安特勤單位 用的克拉克手槍好 可是就讓你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設備 這其一 其二 今年的漢光40 我說我有什麼不一樣 我簡單跟大家講 以往的漢光演習 每一年 每一年 它就是第一個要按表操課 第二個它害怕擾民 第三個它要按照劇本去演出 然後演完以後收工 我並不是對過往的漢光演習 有這個所謂的批評說這是幹嘛 而是說我必須要在影響民眾 最小的程度之下 完成一個演練 假設我們今天清泉崗機場 被共軍侵入了 就會有個紅軍 帶著紅的鋼盔 紅的機子 他直接降到清泉崗了 我們現在反滲透 我們今天反登陸 然後最後紅旗倒下 我們國軍贏了 哪一次國軍沒有贏 所以這是過往的漢光演習 但今年有什麼不同 我現在快跟大家報告 跟你我都相關 全臺灣各地的 我們中華民國2300的觀眾朋友 你都可能會遇到 當漢光演習今年開始以後 第一個 它不怕擾民 如果狀況是晚上的12點 大陸的軍機過一半了 我們的軍機會起飛 我們的飛彈部隊會拉到海邊 我們的坦克部隊 我們的輕裝備 我們要立刻接到指令以後 它要出動 所以包含在淡水諸位這邊 可能孟凱選區 就會有很多人聽到半夜12點 怎麼一大堆的坦克車跟中央車出來 因為命令到狀況出現以後 它現在在公主委的海灘 你看上次那個快艇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出動 第二個沒有劇本 一定要把誰退回去 一定要打贏 沒有 我今天指令告訴你 那邊已經出現了 結果你半個小時到不了以後 我就會假設 它已經進到關渡平原 所以沒有劇本 只有狀況跟科目 第三個沒有暗表操課 演完以後收工 還沒有演的 因為如果你今天收到一個指令 淡水同時有人出現 然後我們西部海岸 還被揮彈攻擊 連東部那邊都有 這個航空母線跟飛機來的時候 你要同時運作 所以將會出現很多的狀況就是 所有的90%的部隊 都會離開它的營區 可能你家旁邊的宮廟的那個廟城 就一個部隊 一個連在那邊駐守 然後可能會有坦克車 拋錨在路上或撞到電線桿 甚至名車的插轉 為什麼 因為真正戰爭發生的時候 這些部隊就是這樣移動 那今年的漢光就是這樣做 所以今年的漢光跟以往完全不一樣 就按照實際狀況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錄影 突然現在忽然空襲了 我們要該怎麼做 部隊就會出動 你會看到部隊在大街小鄉出現 因為真正戰爭的時候 就是那個轉化 突然我們攝影棚裡面 出來出現幾個軍人 說躲避追擊這樣 所以大家會希望看到 戰場發生在台灣嗎 我覺得這還是強調這個觀念 我先講我自己 20年前這個服役的時候 是當憲兵訊 憲兵訊那個時候 我就有打到手槍把 就是當新訓的時候 還只是步槍 但是到了憲兵訊的時候 是還有手槍把 但是我印象中 那四個月的受訓 也不過就是打了10發左右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是要再去做了解跟查證 為什麼我這樣講 是因為那個時候是打把 沒有 即便是憲兵 也沒有每個人配一個手槍 那是你有打把的時候 今天班長帶我們是說 今天是上午 這個打把受訓的時候 我們才去打把 然後就打把的時候 才摸到槍 但是打把完畢之後 一樣是歸還 對 如果說現在講是說 每一個一年的義務役 都要配手槍 我覺得這就 我們有沒有準備好 因為 周時才好 不是要按照你的專長 我不懂專長是什麼意思 所以說這個真的要國防部 好好再去跟國人做個說明 因為對我們來說 現在的義務役 到底準備好沒有 從兩年前四個月變一年 到現在突然間說 每一個一年的義務役 依專長再配手槍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進程 是真的往前跨滿大一步 再來賴清德總統的兩岸關係 在這上任一個月又五天之後 好像突然間沒有萌芽 又開始附中了 越來越緊縮的狀況 不管是大陸對於台灣 越來越緊縮 或者是賴清德總統 也講得越來越硬 我們要問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感覺賴清德總統也急了 怎麼這麼講 剛剛上一段節目也提到 賴清德總統突然講是 如果說這樣的話 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不要忘記 您現在是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你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總統 而且中華民國憲法 到目前為止也都是規範 並沒有存在台獨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本來感覺像是 這是側翼的講法 突然變成是民進黨政府的 官方主調 我覺得是不是在這中間過程當中 過去八年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即便我們政治立場有所不同 但是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至少沒有對岸 還沒有那麼大動作的 一個懲戒台獨 但是現在不過一個月 又五天的情況 突然間有那麼大動作 是不是有什麼事 國人沒有掌握到 以及對照現在 不管是這個軍演 不管是軍機等相關的議題 我覺得中華民國政府 民進黨政府應該負責任的 要讓國人說明清楚 現在我們面臨到什麼樣的狀況 主要因為賴清德過去一個月 其實講了三次 兩國互不隸屬 老公覺得你就是兩國論 每天在那邊講兩國論 一個人在講三次 逆人要講多少次 來 借凱 什麼時候要用到手槍 是要進入巷戰嗎 敵人只剩50公尺 你如果是遠距離 當然是飛機過 或者是大砲打對不對 用長槍 怎麼會開始有 這個叫義務役 為什麼要用短槍 你如果台灣真的進入到巷戰 那時候已經是焦土了 結果剛剛小凱講的 這戰場已經是在台灣嘛 所以台灣是怎麼要變成烏克蘭嗎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至於剛剛提到的 漢光演習進入40年 我前一組還特別問 那個快艇那時候進入那個淡水河的時候 專家跟我講 每一年的漢光演習都要演練這個 結果你看 人家快艇開進了這個淡水河 如入無人之地 這個漢光演習到底有沒有實際的績效 我就要好好再去觀察一下 另外剛才我提到 這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共在嚴懲這個台獨分子 我看法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中共長久以來 都是民進黨最佳助選員 都最佳助選員 你看2020年那次 蔡英文那個險情多嚴重 發生一個香港的反送中對不對 整個險情就翻轉了 趙二哥你還記不記得 上次我們在講 中國大陸設一個衛星 他給你嗶嗶幾下 民調就改變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不管是賴清德跟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到那個 街頭去開講他們講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沈柏洋他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國會改革這個案子過了之後 立法院如果通過一個案子 從北京要拉一條高鐵到台灣來 實造了這個錢 只要立法院國會改革過了 立法院通過了 行政院就要照做 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精神跟腦袋有問題的狀況之下 就是你不知道一般的人 不會相信這個事情對不對 可是民進黨就可以用 完全抹黑的方式 完全這樣一直在抹黑跟扭曲 去國會改革 然後丟中共這個牌 這樣再搞下去 我剛剛就一直在強調 中共會不會變成是 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 你像剛剛大佬講的 這段時間民進黨政府 或者賴清德做得非常的不好對不對 民眾很多是反感的 可是你看他每次打中國牌 某紅就有效 這才是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 這其實我知道 看了這個很悲哀 老沈剛剛說 看賴清德做得不快樂 其實平安心講 看賴清德把國家搞成這樣 我們心裡真的很不快樂 也快樂不起來 40%的選票 也不過就是拿40%沒有過半 就讓他這樣胡作非為 然後把全部台灣人當傻瓜 這是愚民政策 愚民 可是他某有效 麻煩 台灣就有這麼多愚民 他就用愚民政策 就是說國會改革跟北京有什麼關係 我不懂 我怎麼想都想不懂 他居然也能夠連在一起 而且還陣陣有職 那麼什麼都跟北京有關 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居然還有人會相信 還在那邊傳播 這台灣到底怎麼回事